感谢您对Avif Tarot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不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Avif Tarot的支持 Avif Tarot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有关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讯息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值得期待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首先我们这边有四组牌 一二三四四个选项哦 那你们可以选择 你们可以直接这样甘选哦 那如果很需要东西辅助的话 我会加一些东西给你们辅助 今天用遥控器来做选项哦 第一个选项用这一支遥控器 第二个选项用这个 第三个用这个 然后第四个这个 OK好 四个选项有四个不同的遥控器 你们来做一个选择 选好之后呢 我们我的description box会有这个 呃那个 选项的时间 时间轴会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还有留言区的地方 以及直接在时间轴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然后今天呃等一下九点呃 十点 十点半 嗯 十点 十点半的时候呢 我会有新的一集的podcast 可以上去 大家如果有兴趣 有时间的话 可以听听看哦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以及 如果之前呃 看影片 然后有得 有中奖的 VIF们呢 然后还没有跟我联络的 可以跟我联络哦 然后我会告诉你 你需要给我的一些讯息 然后可以帮你做你的 嗯 那个免费的 看大云的部分哦 那呃 已经跟我联络的呢 呃 我 因为上礼拜有一点 事情有点多 然后 我男朋友突然给我生病 然后所以反正就 呃 没有时间 所以呃 我会在 就过两天的时候呢 我会一起 来做 来看 OK 然后 到时候会跟你们 就是影片弄好以后 会跟你们联络 写给你们 告诉你 怎么样子去 看 好哦 那 废话就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要从第一组开始 咯 OK 第一组是这个 OK 如果你选择的是第一号牌组的话 我们先从工作运开始看吧 OK 今天一样 选项 就是 7号牌以后 OK 工作 工作部分 跳出来的是 6 of swords 哦 因为这个还不错啊 未来7到10天的 这个工作运的部分呢 可能 你们的 你们的 底牌 7 of cups 很多的机会哦 那 这个的6 of swords 通常代表的是 一个过渡期 然后会有一些 转变跟改变哦 那通常他的转变跟改变 是从 一种比较分争 分扰很多的状况 然后现在变得比较平静哦 所以呢 如果之前工作上面有很多 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话 未来7到10天 反而可以 让你可以喘口气哦 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哦 好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OK 未来的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呃 的讯息是什么呢 TOO MANY CARDS 未来7到10天 学业会 学运啊 学业很好哦 是一个 金币一 OK 金币一代表了 有一些 上面就写了 New Opportunity 有很多的新的 新的机会 OK 新的机会 以及我非常喜欢 金币一的原因 是因为会有看到 实质的成果跟效果 所以未来7到10天 也非常适合 去开始一些事情 OK 会有 你可以开始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之前 已经开始的事情 会看到好的结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 正在找工作的话呢 找工作的运行怎么样 有没有机会 在未来7到10天 找到工作 或者给你一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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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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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judgment的逆位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judgment正位会比较好哦 它我的牌都是正的哦 它跳出来是一个逆位的状态 所以代表的是 未来7到10天 你可能会开始 有一些自我怀疑啊 或什么的 主要是因为 可能没有听到一些回音 OK 或者是你谈的一些case 好像就没有效 没有结果 没有回音等等哦 所以 你会可能有一些自我怀疑啦 或者是什么 所以找工作的朋友们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才会看到成果跟效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的财运的状况如何呢 财运的状况这边是五五 OK 是圣杯7的逆位哦 财运的状况的话 未来7到10天 有可能你的选择太多 财运 或者是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你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要怎么 你要思考的是说 有一些东西值不值得购买 因为你可能太多的选择 这个我也想要 那个我也想要 就容易乱花钱 所以你可能需要思考了一下 是这个东西我到底需不需要 需要跟想要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 抓一个比重 那 久的日子财运还行啦 因为 但 但 可能欲望太多 OK 欲望太多的话 有可能会破财哦 OK 主要是因为欲望的问题哦 那 可能会常常买一些 不 你并不需要 可是你很想要的东西 那 其他的话倒是还好 就破财的方面就是 因为你有太多想要买的东西了 然后可能 所以就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部分给你的建议是 远离会让你冲动的地方 比如说减少出去逛街啦 OK 像我个人就是为了要避免 被欲望冲昏头 就是避免去逛街啦 我告诉你 不去逛街 是OK 可是问题是 现在很可怕 是手机啊 也会一直跳那种广告 跟你说 现在哪里有打折啊 然后或者是你上网的话 你的email也会有一大堆啊 然后而且你偶尔就会想说 看一下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这不得了的 一看就发现 怎么又出了一个新的 又出了一个这个 哎呀 我好想买啊 所以网路购物也很可怕 而且网路购物更没有改 因为你就刷卡嘛 然后把东西 而且很容易就是把东西说 我先放在购物车里面 然后到时候再来看 我告诉你不知不觉 那购物车里面 有这样十几二十项的东西 然后之后你要再来做一个选择 说我要来做一个筛选 哪一个不要 然后看了一圈以后就觉得 每个都很想要 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最后就是都买了 OK 而且心理想的是说 反正不好的话 我再来退 没有这种事 买了以后 通常就会都留下来了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生的做投资 投资运如何呢 投资运 月亮 看不清楚状况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不适合做投资 因为有可能 你以为的很厉害的东西 然后结果 投资标的物 结果不怎么样 然后你觉得不怎么样的 哇 变超厉害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有可能会有一些判断错误 或者是看不清楚状况 就是或者是会有一种 幻象的那种感觉 这个东西看起来 好像很好 但其实结果 就真的不是很好 而且就有那种欺骗欺瞒的一种状况 所以要比较注意 投资的部分 如果要讲到这个欺骗欺瞒 我妈就也有一点点 回归到上面这个 就 我以前你都会想说 因为你知道 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 现在被骗了 真的不是笨的问题或什么的 我妈超聪明的 我也就是 我真的是 她说她上网 然后她其实有自己的 投资的那种业务员 然后她不晓得为什么 她突然就不跟她的业务员 去买自己上网找了一个 那种投资的那种什么 然后结果 就被诈骗了 30万 因为对方跟她说 她说她本来只想要买什么 两张股票的 结果她说打错了 打成20张 然后所以就 本来只要给4万块钱的 她要伸出 就40万这样子 然后 那因为台湾现在有 诈骗的防范的那种嘛 然后 所以她说一个月就只能传20万 然后我妈也不晓得是怎么样子 从哪里又伸出了10万 所以就传了30万给她 然后就说剩下来的 她要想办法什么 然后那个人 而且她说她cancel 那个人跟她说 不能cancel 你就要去坐牢 什么什么的 我妈本来说 那就去坐牢好了 但后来她还是想说 也无所谓 因为那是她想要买的股票 反正总而言之 整个就是一个诈骗的局 所以她就整个人被诈骗了 其实我在之前有看了 那时候有看了一下心象 然后 前不久我妈出去玩那天 我有看了一下 就他们出去玩那天的那个心象 然后就一直感觉怪怪的 果然她回来以后 就一直说有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就真的是 就是一个被诈骗的一个过程 然后反正她现在报警了 但问题她忍在这边 所以还有什么委托啊 什么一大堆的 没有的 所以就是损失了很多钱 小心诈骗 好未来7到10天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哦 有没有机会脱单呢 拖单 9 of Wands OK 全账9 全账9的状况是一个 未来7到10天单身的状况 可能会持续哦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 一张牌 所以后来7到10天 而且主要是你自我保护色态重 OK 全账9是一个比较自我保护 意识比较重的人 可能以前曾经有受过伤啊 然后有所以你的要求吧 或者是你看就是看到一些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也会特别精准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你不是随便的 所以有点是那种宁缺勿乱型的 所以全账9的话 未来7到10天 你也是还是采取这种做法 所以单身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OK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的是真的比较难的 对吧 难找 OK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状态的话 OK暧昧状态 我们抽到的是Night of Cups 但是是逆位 所以Night of Cups如果是正位的话 我就要恭喜你要告白了 OK 但是逆位的话代表 其实我觉得是有这种暧昧情愫啦 或者这个感情其实是有的 但是这一张牌也要比较小心 对方是一个非常懂得察言观色 跟又非常会巧言吝啬的人 所以要比较注意 他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是真心的 还是其实他只是 有欺骗的成分有多高 就比如说他一直讲很多 他可能只是想要骗你上床之类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比较注意一点 OK 是对你有兴趣 但是他有可能只是想要比较玩玩啦 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要比较注意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 稳定交往 OK稳定交往出现的是7 of Sorts OK保健7这张牌呢 也是要比较注意一点点的 因为他第一个他有可能的话 的确有可能你现在虽然是稳定交往 对方可能有一些东西没有告诉你 没有讲实话 有可能说谎 所以你们可能需要去好好的沟通 或者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张牌出现嘛 当然像比如说如果出现财运什么的 也许他真的就是有意欺瞒啊 或欺骗啊 乱诈骗这种 那这个的话你要看一下有的时候是不是是因为他看他是有意还是是无意的 比如说善意的谎言 其实我觉得也会在这个里面 因为他可能不敢跟你讲实话怕你会生气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不要注意的 所以不见了一定都是不好的 但你们可能没有 就是 也许有些情绪的东西啊怕控制不了或什么 所以会有一些不敢说实话的一个状况 然后或者这张牌好的的面向是 所以你们自己对应看看这是大众占博 好的面向这张牌出现的话代表的其实是有一些计划的 OK 所以未来他们对未来其实是有计划的 是想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的 所以也许他这个计划现在还没有成型 所以不好说 所以也许他现在还没有告诉你之类的 所以这也有可能 但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的话是有一些计划 有些策划是有一些谋略的东西在的 所以有可能是为了你们的未来正在筹备一些什么东西 这些也是有可能的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最后是这个分手断联的群组哦 为了分手断联的群组是 有没有机会复合复联呢 OK 5 of 1这张牌哦 未来七到十天哦 复合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偏低的主要 是因为权杖五代表是一个 很多人都在竞争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嗯 要不就是你很抢手 OK 其实你有很多人在追 要不然就是他其实现在 也有很多人追 或者他有开始也有寻觅一些新的一些对象 所以 就总而言之 情敌是有些多的 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你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这张牌比较不是属于一张会复合的牌哦 所以复合或复联哦 所以 你们参考一下咯 OK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 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 先从工作运开始 工作运是怎么样 这个 未来七到十天 也太快飞了 工作运 工作运出现的是这个 King of Coins 但是是逆位的状态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固执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财务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危机的部分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在工作上面有一种 我觉得会出现这张牌会有一种 也许有一种动弹不得的一种状况 有可能是因为经费不足啦 财务上面有些问题啦 等等 所以你可能想要推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推动的 或者是说没有钱 对吧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说 也有可能是你的上司 或跟你一起合作的一些人 他们是比较固执那种 所以你也许你想要做的一些东西 他们可能不认同啊 或不觉得 你知道不 就是跟你想法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之类的 然后又不愿意 就 就对比较坚持 坚持己见哦 所以可能 然后也许你也觉得你自己的东西特别的好 所以也许你也会觉得 你就是应该要听我的呀这些 所以会有一种两方就是坚持不下的一个状况 所以未来翘十天 工作上面可能就是会比较 tough一点吧 就是你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会感觉怎么都不顺心 不是很顺的那种感觉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跟上司的话也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些咀嚼方式的话 因为是毕竟是你看这个影片嘛 所以也许你可能找其他的方式 或者看有没有 不一定一定要直线A到B嘛 是不是看可以 也许需要走一些弯路 因为你可能这一条路不行嘛 换一条 换一条路看看可不可以还是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但是可能用另外一种方法 或者是不要再未来七到十天做这件事 推延一点嘛 对吧 说不定A过了几天以后他们也许 我觉得当下也有可能面子挂不住的那种感觉 所以不可不不愿意back down 不愿意说OK同意啊或什么的 所以也许A给他们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或什么 再想一些别的方式去做一个说服 可能用经济的 King of coins 毕竟是比较跟财物 财钱有关 所以用钱的方面来做一个打动 他们可能更适合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学生出现的是Five of Swords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脑袋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思绪有点混乱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有一点点没有办法 非常的专心的去学习 OK 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学习 你会有一种 学不进去 听不进去 然后会看不懂之类的这种 思绪有点混乱 OK 然后你又觉得 然后又对旁边的人会很影响你 旁边的人很厉害 或什么的话 你就会也会 也会觉得 别人很厉害 我怎么办 你就会更慌张 或就是很烦 这样子 所以导致你可能也会 表现的比较不好 什么之类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尽量看 可不可以 把你们的思绪 就是 该专心的时候专心 但是如果 甚至可能 不要一直想这些东西 学习的话 你也给自己一点点休息的时间 让你放空一下 像我最近的话 我之前前一阵子 两三个月 是那种密集的 我一天大概听客厅 十几个小时吧 我这几天开始就是 给自己多一点休息的时间 我觉得需要有一点点吸收的时间 而不是一直一直把东西打进去 但没有时间消化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找工作的部分 7 of coins这张牌 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才会看到结果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可能也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你才能够真正听到一些消息 或者一些结果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还是一个 不要再等待的一个时间 时段 我懂 我懂 很辛苦 好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的财运的部分 财运的部分是怎么样子的呢 财运的部分 king of cups 非常的emotional 财运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 有可能 你的破财 它会出现在 你 可能 如果你是有对象的 你的破财会比较花在 你想要讨好对方身上 就是 你可能想要买个礼物给他 或者是 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破财比较是可能 花在 你很在乎的人的身上 那这个 如果是有对象的话 就是更会花在你的对象身上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投资 是不是合做一些投资呢 投资运的部分 出现了 哇 2 of cups 你们怎么 抽到两张牌 都是 财运的牌 出现了两张爱情牌 好 未来七到十天 2 of cups 这张牌也不错 在投资上面 它代表的是 你跟投资方 是 投资方 或者是 甚至帮你理财的人 是心有灵犀 可以你们 是 能够互相配合 互相帮忙的一个状态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投资运还不错 所以可能 如果你想要推动的一些 你想要买的一些 投资标的物的话 你可以趁 未来七到十天去做 OK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爱情的部分 先去看单身的朋友们 OK 单身 哎呀 付我的这张牌 逆位了 OK 未来七到十天呢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有没有机会能够脱单 抽到 付我这张牌 付我这张牌 就是一个 无忧无虑 然后可以 就往前直冲的一张牌 可是他偏偏 呃 他偏偏 逆位了 逆位代表 我觉得现在有可能 也许未来七到十天 会有一些 也许会有追求者 或什么的 可是 你是害怕的 你不敢去踏出那一步 呃 你反而退缩了 也许你本来是想 哦 我真的很想恋爱 什么的 可是当真的有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反而你是害怕的 你是不敢 或者是 有别的考量吧 之类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脱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哦 主要是因为你不敢踏出那一步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暧昧的状况哦 暧昧的状况出现的是这一张牌哦 8 of coins 非常好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的状况呢 8 of coins通常讲的是一种修补啦 OK 或者但是他也有代表的是那种深入 OK 变得更 他这种是有那种 master那个 一个skill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哦 呃 暧昧的群组反而是会 有一种更更深入了解对方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你们可能 暧昧期会过 然后会进入一个比较 呃 深入的一些交流 更了解对方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哦 呃 我不能说啊 你们就已经会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 或什么的 有可能 但是但是我觉得会是一个更了解对方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现在是稳定交往 这张想要出来 Oh world very nice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稳定交往的话 你们呃 第一个可以出去玩啦 OK 呃 去出去旅游啊 这张这张牌 呃 非常适合可以做这件事情哦 旅游什么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们也是 到达了最后一个 最后一张了嘛 所以 已经准备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稳定交往的朋友们非常好哦 恭喜你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是 呃 分手断连的群组 这张牌 分手断连的群组 Justice OK 呃 Interesting Justice 正义这张牌哦 所以呃 它代表的 有没有机会复合跟复联呢 呃 嗯 它讲的是一种公平的对待哦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之前的关系 这张牌也是代表关系的意思哦 OK 嗯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 有机会 复合 以及 或者是复联哦 但是这个 前 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哦 就是这个前提是 之前的一些交往哦 你们 对方不会感 觉得你们是在同一个level上面 而不是 呃 哪一方 比较尊贵 哪一官 哪一方比较卑微的那种状态 如果有一个不平等的一个 关系的状态的话 在之前的话 在之前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要复合复联的话 你们必须要把这个关系提到是变成是两个人是平等的 就是一方付出太多 另外一方没有付出太多的话 这个复合复联也是没有办法成立哦 所以就是是要一个相同在相同的状态的话 复合复联是有机会的 就是之前在分手之前的这个状态 而且也是要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 之前分手的时候 嗯 我觉得复合复联是有机会的 但如果你们是能比较激烈一点的话 这张牌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理性的一张牌哦 所以 如果他之前是比较 嗯 情绪起伏太大的那种的话 可能复合复联也是比较 呃 是会比较低的 OK 所以这个 这张牌是有机会复合复联 但是是有一些 嗯 先决条件的 OK 好 这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三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号时间的工作运是怎样的 呦 外交时间的工作运 嗯 好 当然是太多牌了 现在我快点死 OK 外交时间 工作运是怎样的呢 哦 排不出来耶 通常 前面几个 哦 来了 OK Ten of Wands OK 全撞十哦 呃 未来翘十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责任很多 要背负非常多的事情哦 呃 呃 也就是意思也就是说 未来翘十天你会很忙 呵呵 然后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需要去做 需要去完成 就是一个 非常辛苦的一段 七到十天哦 所以未来翘十天哦 嗯 或者是你你要背负很多的责任 你要去 呃 去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或者是谁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你可能要去擦屁股之类的 反正总而言之 未来翘十天就是责任很多工作很繁重的一个状态 OK 好 未来翘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 哦 学业的部分哦 学业部分的话出现的是这张judgment 但它飞出来逆位哦 所以学运怎么样子呢 未来七到十天的学运 我觉得你 你对你非常的没有自信哦 你对自己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怀疑的 所以这一张 这个反而会影响你的一些表现哦 在你 不管你在考试的时候 或者你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你要对自己的判断啊 自己的聪明才智啊 是要有信心的 OK 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要慢慢建立啦 也不是我跟你说 你要建立 你要有信心 你就会有哦 这个东西是要慢慢的累积的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好像就常常会自我怀疑的话 像其实像我的话 我也是就是我老是也会觉得说 自己不够好啊 自己不聪明啊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唯一能够失职 让你对自己感觉会比较良好的真的就是我后来是去了上课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哦原来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差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只能靠跟比较来说所以可能你在你可能去帮助别人或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你哦你你你比我理解的东西还还少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差或这么的不足 嗯所以这个东西也许未来翘10天你在学习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学习也许你跟别人一起合作的话我觉得也会也许也会对你的自信心会比较嗯加成吧当然啦你选择的一起学习的对象也很重要你都是跟学霸一起的的话 那当然对不对不足也是情有可原但如果你都是跟那种后面倒数第几名的那你当然也会觉得我也太好了吧所以我觉得找中间值的吧就大家程度差不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我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不好OK 那这张牌如果未来翘10天要考试的话也是要比较注意的哦因为这个是一个没有第二次机会的那一种状况啊因为judgment通常代表第二次机会这张牌另外的话我觉得呃你也许你也是会感觉压力很大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这一定要一次成功啊或什么的所以也会因为这个样子你有一些心理的因素也会造成你可能也许会表现的比较不佳 我觉得你要懂得一些释放的压力然后也不要这么的嗯得失心太重吧OK 如果你有一个plan b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我每一次去比如说我去interview或什么的时候我也会特别就是呃我就不会特别想要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特别想要一个东西说你通常其实还蛮容易搞砸的所以呃我现在有的时候去某一个东西我都会想说啊平常性平常性 但但但如果这东西真的你很喜欢的话那那无可厚非这没有办法但有一些东西我真的就是去的时候就是真的可有可无的那种我都会想说啊就可能没有了吧通常那个结果都是有点让我意外的OK那我不是已经就是自己毁灭这件事情了他们既然还这么喜欢我那好吧OK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了哦justice已经飞出来了这个是要来的 我们来看那个找工作未来七号十天哦这一张牌很好哎对找工作来说这张牌是一个呃因为它代表的是关系代表的是合作代表的是合约的部分哦所以未来七号十天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抽到这一张牌恭喜你未来七号十天很有机会能够谈成你的这个嗯就是找工作的这个部分 OK可以签下合约了OK可以签下合约了耶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号十天财运的部分是怎么样子的哦 也太多牌了吧先是一个 High Priestess然后还有这张逆位的是 Knight of Swords OK Knight of Swords是一个逆位的状态哦嗯嗯嗯都是在讲一种嗯High Priestess也是在讲秘密的部分哦OK秘密的部分然后呃呃呃呃直觉啦感知啊然后Nine of Swords通常是想是一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呃想很多OK有很多的 害怕怕啊什么的所以未来七号十天我觉得在嗯这个是财运的部分呢我觉得未来七号十天这种算什么呢算我觉得啦因为出现了这张Nine of Swords有可能你真的财务上面是有一些让你很担心担忧的一个状态OK状况出现哦嗯所以让你可能没有办法睡觉啊 或者成年啊那但是因为它是逆位哦所以呃呃也有可能嗯我看一下前面的是Eight of Swords呀一样的就是非常多担心受怕害怕的东西我觉得但是你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通常其实它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比较自我自己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哦自己想很多啊这怎么办啊什么什么的这一张牌可是我觉得抽到了这张High Priestess其实你是有神保住的有神啦OK有佛 看你的信仰啊看你的信仰是什么无神论也无所谓反而你是信算是蛮幸运的OK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诶嗯还行感觉都不过但是又过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你有像我妹妹她也是那种比较会容易担心担心的那种人但她也是很lucky的人所以这两个东西可以是同时存在就是你即使你很lucky你还是会有担心就是一个担心型人格的人所以嗯 未来翘翘翘天担忧的话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呃你所担忧的很多的事情的话其实是明明之中有有有有帮助你OK所以财运的话其实还好我不能说到非常的有因为如果超欸你知道出现这张牌也是那种会比较容易问雨绸缪行即使你现在非常的好你可能都还是会担心所以嗯就我们刚刚讲的担心型人格嘛那呃所以呃我觉得未来翘翘天财运还OKOK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翘翘天是不是有做一个投资哦哦very nice投资的话出现的是lovers的这张牌哦未来翘翘天有有很多可以让你做一些选择的那呃这张lovers的以前的那个牌它其实是叫做decision哦是一个做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未来翘翘天其实呃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决定要不要呃投资啊或什么的但通常这张牌出现的话可能你 因为它叫做决定的牌代表你可能有不止一项的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说哦选择要跟不要就是已经就是两种选择但也有可能是你有嗯两个以上的选择哦所以未来翘翘天呃这是一个比较抉择期吧但你如果我就是担就哎未来翘翘天适不适合做投资的话lovers这张牌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可以你可以开始做一些投资那只是你可能会比较碰到一个状况是你需要去做选择的一个状况ok好未来翘翘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单身的话有没有机会能够脱单呢six of wands可以耶你未来翘翘天超级显眼的ok别人觉得你特别好看特别那个什么那个这张牌冲出跳出来的话通常是要 要在人群前面哦所以如果你天天一直待在家里面的话未来翘翘天请多出去外面走你多出去的话你非常的显眼非常的引人注意哦所以啊很容易就可以脱单哦所以未来翘翘天这张牌很好有机会脱单好未来翘翘天嗯如果你现在正在暧昧的状态的话都这个这些牌都很赞耶我看10 of coins8 of coins 未来翘翘天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状态的话我觉得有机会步到下一步ok有机会步到下一步我觉得你们的都还蛮成熟的然后价值观可能也都差不多所以啊未来翘翘天嗯还蛮还不错ok所以你们的暧昧嗯也是建筑在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根基础上面哦所以未来翘翘天 有机会可以步入到下一个下一个阶段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翘翘天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哦暧昧当中哇哦哎暧昧哎我讲错我讲暧昧又出现太阳哎我是不是跟你讲要步入到下一个阶段哦ok好稳定交往稳定交往哎稳定交往也不错哦4 of coins呃4 of coins通常讲的是一个 比较小气的状态但是那是跟钱有关的部分的价值观这张牌出现的话4号牌都代表稳定哦所以呢未来翘翘天如果你现在是稳定交往的话你们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哦只是钱的部分也许你的你或者是你的对象可能会比较小气一点吧但也不能说小气就是对钱看的比较重不愿意浪费ok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我自己就承认为我也是那种比较喜欢 节俭的ok这是节俭不是小气哈哈哈 ok嗯但anyways如果是问感情的部分的话未来翘翘天你们非常的稳定哦只是钱的部分有可能如果你们是要有一些要花钱的话这个就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沟通一下了因为对方会说哎这个嗯有需要买吗需要花这个笔钱吗ok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状况但但感情是稳定的ok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是这个复合复联的嗯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断练的状态有没有机会复合复联 嗯 Ou nine of cups 有喂有机会复合复联哦 未来翘翘天你们是有机会复合复联的所以恭喜你们 wow wishes come true ok 三号牌组你们我觉得你们牌还不错啊 呃除了工作人有点责任有点多辛苦一点 嗯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节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跟我分享的那都可以写来下面的留言区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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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话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先从工作室开始看哦 未来七到十天的工作运是怎样子的呢 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运 又是king of points 他今天真的很喜欢出来 好 国王 金币国王 但是正位牌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我觉得你们在工作上面呢 非常的 就还不错 而且甚至能够得到上司啊 长官啊 他妈的一些这个 呃 重视啊 OK 喜欢啦 然后 呃 甚至我觉得也许有机会当个什么 如果你现在位阶不是那种什么 嗯 嗯 嗯 比较 比较主管的这种位阶的话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你有 你也有机会 比如说 当一个 一个小组的组长啦 或者是带领一个团队啊 去做某一些事情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其实 某一方面的话 抽到这张牌 我觉得其实责任上面还蛮重的 但是我觉得你会开心啊 你会喜欢 因为就是对你的一种重视 跟一种尊敬吧 OK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在工作上面也会觉得 哎 还蛮顺的 然后 而且还蛮 呃 被喜欢的 会看到一些实质上面的一些回馈哦 就是 呃 甚至也许有一些 那种奖金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未来教师连工作上面还不错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学习的话 学习运怎么样 Queen of Cups 还不错 Queen of Cups 是一张非常稳定的一张牌哦 我觉得就是感 情感方面 情感方面非常的稳定 然后它的直觉也是非常的强哦 所以 呃 未来七到十天 也许你在考试啊 或者是你在学习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靠着一股感觉 OK 你就觉得 啊 这一股 这股Fu对了 诶 嗯 嗯 也许就被你蒙对了那种感觉哦 就是 义义 night 就是还蛮 lucky的 就那种 呃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说 诶 诶 有如神助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 呃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学习运还OK 主要 我们на heading up at presidents 当然我觉得啦 抽到这张牌你还是要努力 很像努力不能只能靠神助 但如果你又努力了 当然在某一些逻辑思考下面 然后你又可以觉得 我觉得就是感觉是这个是对的 或者是什么样子 就是如果是去考试的话 就突然有一种feel 如果你不会回答的问题 那如果是在学习上面的话 如果你特别学习的是跟艺术方面有关的话 这张牌也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有感觉 画出来的东西就是会给人家 也有那种很强大的那种 就是有渲染力的那种 那当然如果你学得比较理科的话 也OK 但是未来敲试可能是比较 靠feel的在生活的 好是这样子一张牌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 你看他是抱着肚肚 而且是正在怀孕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是非常的富裕的一种感觉 就是有孕育东西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外敲时间学运 其实也是不错的 OK 照顾啊这些都是 我觉得这张牌出现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学习归学习 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身体照顾好自己是更重要的 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 脑袋清晰的去上课了 来去学习嘛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敲几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找工作是怎么样子的呢 哇他竟然自己就烦下来了 好吧 Four of Wands 但是本来是要正位的 他现在变逆位了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 有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在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Four 刚刚讲是因为 三号牌组也是有抽到四 但是别张牌的四 四号牌都有一种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这张牌 它一个逆位的话 也代表稳定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 没有那么太稳定的一个状态 然后Four of Wands 通常代表的是一个 是一个胜利的一个 其中那种开心的这种一个状态 所以这张牌逆位的话 就是未来七到十天 找工作的部分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已经快了啦 OK 已经快了 已经快了 还需要再等待一下下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财运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的呢 财运的部分出现的是 Four of Wands 非常好 OK 财运的部分 我觉得很 很好 OK 不过 应该这样讲 财运的部分 Four of Wands 通常代表的是一种 被注目啊 被 嗯 被 被喜欢啦 right 非常显眼的一个状态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有可能你的财运 我觉得 当然啊 这张牌通常也代表 successful 很好的一个意思 成功啊 什么的 所以应该 照理来说 是一个 正比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的财运 跟这些 外在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 应该是要一样 但是这一张牌 因为它是一个火象的一个 就是比较火元素的一张牌 所以有一个状态是这样子 财运的话 比较跟土有关 而且比较跟阴性啊 或者我觉得要隐藏一点 然后你知道 这张太显现的话 反而会容易有可能 会破财的可能性 是因为 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面子的关系 你需要去做一个 人家会这样说 你现在过得很好 你是不是升职了 你是不是怎么了 然后你因为面子的关系 你说对 然后你就说 今天我请客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破财了 所以这张牌 我觉得不是说你的财运不好 而是你会因为 也许面子的关系 或者是你受瞩目的关系 受欢迎的关系 然后被别人拱着 然后你就要花大钱了 花大财了 所以这个部分要 如果你低调一点的话 你可能能够守住你的财 这张牌就是太高调了 会容易有破财的可能性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适适的做投资 投资的话是Night of Swords 未来7到10天出现这一张 我觉得OK 我觉得可以 而且出现这张Night of Swords 这张牌 你要做投资是什么吗 比如甚至可以去做那种 day trading 就是当冲 也是 但我必须要我先讲 如果你是做股票或什么的话 当冲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如果你是非常资深的投资者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这张牌的话 做 我看一下 因为你的脑袋动得很快 所以这张牌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 我说可以做一些当冲 而且你非常的理性 Sorts都是跟思考思想思维有关 所以这张牌的话 如果你想要做 就是理性的判断 投资都是需要靠理性 而不是感性 所以未来翘时天 我觉得是适合做投资的 但是你可能也喜欢那种 比较容易改变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才刚刚说 也许你可以做当冲 你好像不是 投资的部分 未来翘时天 可能也许你会更喜欢做一些 你马上可以看到结果的一种 投资标的物 所以不太会像是那一种 长期的一种投资 比如说 房地产啦 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张牌 我会觉得感觉 你可能会 如果要去做投资的话 可能股票啊 这种快速的东西 可能会更适合你一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翘时天 如果你想 就是是单身的话 有没有机会能够脱单呢 有没有机会脱单 脱单的这张牌是 Anyway 是星星牌 星星牌的逆位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我觉得是有一种沮丧感啦 或者是 我觉得你们 抽到四号牌组的单身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有一点点 忧郁或者是状态 可能有点点不太好 但我觉得你是希望 你渴望 因为星星牌代表 一种希望跟渴望 因为你是希望脱单的 但是未来翘时天 也许有一些状态的部分 或者这张牌出现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即使你脱单 但是你可能也不容易 见到对方 就是可能有一种 比较远距离的一个状态啦 或者是 这张牌通常我还发现 如果在 它出现在爱情里面 这张牌 不管正你为 有一种状况 就是比较像朋友的关系 更大于像情侣一样的关系 所以这张牌 也有可能是比较 像朋友一样 所以也许这样子 让你有点不开心 有点伤心吧 所以脱单的可能性 偏低 如果有的话 就是会是一种 远距离的爱情 或者是比较像朋友 没有那么热烈 跟浓烈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会让你有点怀疑 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 一个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暧昧状态的话 暧昧的群组 暧昧群组出现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这一张 这个什么这一张 这一个感情 暧昧的情感 未来七到十天 会开始感觉越来越沉重的一种感觉 会有一种负担的感觉 也许是 你开始觉得对方会不会太黏啦 会不会管太多啊 或者是什么 就会感觉好像跟一开始有点不太一样 或者是反过来 你开始对对方会管很多或什么 但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思 它代表是一种责任 所以当然也有可能 我觉得小部分啦 百分之十或二十 有可能这个是因为你们的暧昧状态提升了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变成一种有责任的意思 代表是什么 那你们开始正式交往了 所以变成是一种责任感的一个 甜蜜的负担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也是有的 但另外更多的可能性 可能会是觉得 哎呀这段暧昧的部分 开始感觉有一点沉重 有一点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美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也飞得太厉害了吧 稳定交往 稳定交往出现了handman的逆位 oh two of cups very nice 我就在想说 你出现两张two哦 然后handman的话 这张牌也变成正位了 所以也代表的是 我会认为handman的话 逆位代表的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那当然这副牌 逆位它也是说还是停滞 没有办法做决定啊或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张牌 如果是逆位的话 我反而它 因为它反而像是一个 变成是正位了嘛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 不是停滞的状态 是有一个 还行的一个部分 但也许你没有那么的 有智慧啦 可以去判断很多东西 但是至少是往前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先往前走 OK 想不通 边走边看再说 那这个有两张二号牌组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感情 我觉得也还不错 都是二号 嗯 这张牌也是 嗯 当然 二 二 代表的是有一个 等待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跟黑妹 有一个异曲同工的意味 所以这两张牌 都有一种等待 然后 嗯 有点停滞的状态 但我觉得停滞的话 你们反正本来也就是 稳定交往啊 所以就是 持续在稳定交往当中 不是很好吗 只是有一个东西 也许如果你们现在已经 还没有结婚了 还没有一种合约的状态的话 婚姻也是一种合约状态 还没有到一个合约状态的话 所以这一个部分 可能会有一点 呃 delay啊 或什么的 就如果你们是想要结婚了 或者是说 想要关系进到再下一个阶段 比如说生孩子啦 什么之类 可能这个东西还会有一些 呃 需要等待的一个状态 可是这边有一个 所以你们感情非常的好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 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只是呃 如果你们有一些其他的的 一些 future plans 有些其他的对未来的一些计划的话 可能目前会呃 有一些停止 或者是有一个暂停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最后是复合复联哦 有没有机会复合复联呢 如果你们现在是分手断联的群组 呃 分手断联的群组出现了 8 of swords 跟 high priestess 嗯哼 interesting 但是是逆位 所以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会有一种 high priestess逆位的话 通常我会觉得 它是有一种秘密被 要不就是秘密被隐藏得很深 要不然就是有一种秘密被揭开了 所以未来7到10天 呃 有可能你会发现一些事情 OK 发现一些 呃 还有这个8 of swords 也是一张牌 他的8 of swords 通常代表的是一个 自己很害怕的一个状态 但他他因为逆位的话 所以也有可能代表是一个 呃 往前往回走的 就是变成一个7 of swords 代表是有一些欺骗欺满 不是 你本 正位的话 比方是自我欺满 可是 如果是 嗯 7 of swords 往回退一个的话 那代表别人是真的有意要欺满你 所以未来7到10天 出现这两张牌的话 其实复合复联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主要是因为 也许你看穿了一下 对方的一些自我的 一些欺骗跟欺满 呃 看穿了对方对你的一些欺骗跟欺满 以及你也愿意揭开你自己的 嗯 就是那个眼罩 OK 眼罩的部分 然后也会挣脱那种枷锁的部分 所以你也不想要再被这个东西给限制住跟框架住或巩固固定住 所以也有一种挣脱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复合复联的几率其实是偏低的 嗯 嗯 当然啦这也有 如果对方会回来的话哦 嗯 他有可能是带着 不是一个好意的状态回来 所以我也讲了这个 呃 Hyprisus这张牌的逆位 也有可能就是他揭露了 你看他的不还好意 就是 somehow你会知道 right 所以呃 复合复联的几率其实是偏低的 嗯 好 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来给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